俗话说 命舍一顿饭 不舍二人转 东北人对于二人转 那叫一个执着啊 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铁柱的爷爷 爸爸 那都是二人转的铁杆粉丝 不仅爱听 还爱演啊 这一看见 有哪演出二人转啊 那绝对是马上撂下手里的活 冲到舞台上 所谓有其父 必有其子 铁柱 当仁不让地 遗传了这二人转的基因 从两岁起 他就在阳哥队里 打头阵了 穿着红衣服 涂着红脸蛋 抹着红嘴唇 那家伙 连扭得可带劲了呢 因为爸爸 是村里二人转里 唱得最好的 所以铁柱从小啊 最崇拜的偶像就是爸爸 铁柱跟爸爸 可谓是形影不离呀 就连爸爸开车出去送货 他都哭着闹着 非要坐在那副驾驶上 为啥呀 因为爸爸的小面包车上 装了个小电视 一开车啊 这里边就开始放二人转 爸爸就跟着哼 铁柱呢 也跟着唱 就这样 小铁柱学会了 一段又一段的二人转 铁柱九岁的时候 爸爸看儿子对二人转 实在是痴迷 就决定 把儿子送到二人转学校 这个决定 其实对爸爸来说 挺难的 因为当时家里全靠 种地为生 奶奶还瘫痪着 而二人转学习的学费 这一年就得四五千呀 但是爸爸 还是走西家奔东家 到处借钱凑齐了学费 其实学习二人转 不仅是铁柱的梦想 同样也是爸爸 儿时的梦想 带着爸爸的期许 铁柱开始了学艺的日子 而接触了专业的二人转之后 铁柱才知道 自己的水平到底有多差 天生的声音条件并不好 还大舌头 淘掉 他要比同学付出十倍的努力 才能赶得上进步 但是铁柱一点不显苦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在爸爸来看他的时候 给爸爸表演新功夫 新锻炼 爸爸满意的笑 就是铁柱最好的奖励 一年后 铁柱获得了参加 吉林二人转大赛的资格 这个消息 让爸爸是激动得一晚上没睡 铁柱努力备战 爸爸也是更加努力地四处打工挣钱 铁柱的目标是拿冠军 而爸爸的目标是给儿子买套好幸福 父子俩为着共同的梦想 携手前进去 然而就在比赛的前十天 铁柱突然被带到了医院 一进走廊 就看到在病房门口哭泣的爷爷和妈妈 冲进了病房 他看到爸爸躺在病床上 一动不动 铁柱彻底懵了 无论他怎么喊 怎么摇 爸爸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因为一场车祸 爸爸永远地离开了铁柱 而就在事故发生的前一天 他还不忘记给儿子交齐了第二年的学费 那一年铁柱11岁 无忧无虑的童年 就这样结束了 梦想的路上 没有了爸爸的陪伴 铁柱只能自己背负着两个人的愿望 孤独地前行 他咬紧牙关 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地练 练得斜张了嘴掉了底 他也不敢停 因为一停下来 他就会想爸爸 他就没办法控制自己的眼泪 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 铁柱含着眼泪 唱完了一曲 鞭打芦花 这场表演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观众 铁柱赢得了泪珠 而接下来 他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连续缠连了七七泪珠 最终拿到了年度总冠军 小铁柱实现了父子俩共同的梦想 然而命运 有时候就是那么的无 刚刚走出阴霾的铁柱 却又一次遭到了生活的重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然而 或不担心 生活又给了我重重的一击 在我爸去世的两个月后 我们家的房子 又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大户 虽然家里的人九死一生地逃了出来 但是家里的房子和院子几乎全部烧成了废墟 烧得只剩下半间房了 而我的妈妈 竟然因为连番的打击 精神失常了 被我的姥姥接毁了娘家 半年房里 只剩下三个人 十一岁的我 患有心脏年夜流的爷爷 和躺在床上五年 说不出话 却不停流眼泪的奶奶 那一刻我意识到 我必须要挺住 因为这个家 只能靠我了 真的很感动 就是觉得小小的年纪 很坚强 特别不容易 我